今天你们非常重要哦 霹雳以保持继人们学校新一年开课日 特别安排一场开课典礼 让学生与家长扮演参与气候紧急会议的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 借此提升众人的环保意识 你们啊,就是因为一直没有保护地球 一直拿那个地球的资源 地球已经坏了 所以你们已经进入气候灾难哦 你们再不行动啊 你们就会变成气候灾难的灾灵哦 然后就会灭绝 恐龙小姐最重要带给我们的一个资讯是什么 保护我们的地球 谁来保护 人非常好 别开顺便的开课典礼 众人过目难忘 也体悟守护地球的重要 有一天我开车我的女儿咯 我就开车开车 当天我女儿问我 爸爸,为什么人要砍树 哦,人要砍树 因为是要发展啊,对不对 要发展啊 但是人知道砍树不好 为什么还要去抓呢 为什么人 我们人都知道这个过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去抓呢 所以我和我家人还有留一些东西 虽然她才知道 然后 不过就她讲以后我们的众多多数 学习她的东西 都融入在她的生活里面 就是不同的环境 她都可以生命 但是我觉得她有学习到的 也可以发挥她自己的小痛 如果你孩子跑到那么远 如果她说你不行不好 还是什么 你一定会担心 可是我开始是担心 可是我觉得很害怕 可以 我就觉得很感动 人们学校新选年正式开课 欺取学生与家长 学习实际人人精神 也拉近彼此的距离 大爱新闻张爱玄 孙秀花菜底跟马来西亚报导 就地球 我愿意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